首先对我来说第一个大挑战是因为我的大学和我的家乡是在一块 然后我几乎我没有离开过父母进行独立生活 然后对我来言这是来美国是我第一年独立生活 然后我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我包括学习上和生活上 我必须要以后我必须要独自面对任何的问题 然后很感谢我这里的同朋友他们帮助我 然后鼓励我 当然在这里学习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里学习有两方面 一个是英文一个就是专业知识 英文毋庸置疑 因为很小规模的教学 可以让你有很多机会去说话 有很多的机会包括在课堂上 然后你可以很自由地发问 很自由地和同学和老师去交流 甚至你可以很自由地打断老师的说话 然后确定你明白了你懂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把课系做下去 然后当然第二个就是专业知识 虽然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也学习了很多的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当我来了美国以后 我依然发现了在这个中美的 在经济学习上还是经济知识上 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然后这一年我学了很多新的理论 新的一些在经济 特别是财务上面的一些新的方法 新的技巧 然后这些东西我相信在未来也会帮助我很多